原地很久的冬風快速倒露 台中市政府立正正在進行用地精修 那時順利已經今年2時就能來重工學工 總工定經費大概130億 已經超出當初以後的90億 和上國度四合風冬冬年代就準備完工 在在風四路跟各風路口中的交接 留意更欺信真處 為北面一直帶交流道 希望交通部協助幾位共同新丹金匯 不要讓這先為中親交流道 北力各家的搭車的玩法 現在所在的風四直接接到台八 總長度是9.6公里 那路全寬21.8 那也是依照我們東西向 台中市建設局林原水平 當風快和風光的幾位 在風四路跟各風路口 會跟國度四合來交費 立委也向高東部來證書 設立立體交流道來收集 在這裡面的話 包括這個整個基礎 我們都是擴大了 整個基礎都擴大了 那橋樑也把它排升 可以讓它有兩層的共構 我們在針對這部分 我們再加上花了將近7億 花了將近7億 就整個變更調整增加 把橋樑排高 讓風光快可以振接 到一個高風四孝道 所以在這預留部分 我們都把它留出來 在東風快可以省很多的經費來處理 因為原本的道路設 東風快跟這個國道四號的連結 交流道部分是 有一部分是涉及到要下地 沒辦法直接做這個立體交流 那所以地方的鄉親跟民眾 有在反映包括里長 所以市政府那邊也有答應 要做立交的規劃設計 那這部分就涉及到將來 怎麼樣跟國道四號風潭段 來做連結 當風快在6月份有望復勤 不過要做的經費 也為完成的90億 提款到130億 所以立委希望 高通部在經費跟基順 都可以協助 不可以讓這 先為中親交流道 北到立都踏車的反辦 我是說你們中央跟地方好好去處理 不要說 因為你現在這條路也不是他們蓋的 對不對 所以你相關的這些設計等等的 總是也要你們出面 然後大家去打看這一個 這個交流道怎麼樣把它做好 不要說一條路做好了 然後這條路要跟它接 大家要怎麼接 大家都不談 然後最後反正它做它的 做出來的時候 用戶人覺得很不方便 那個計畫要趕快把它做出來 要怎麼接 那個怎麼計畫 那個計畫做出來的理由 當然就包含了剛才講的 經費要怎麼來處理 那怎麼接進來的時候呢 因為是要接到高速公路的交流道上頭 那當然不用講 我們一定會有對應的窗口 我會跟大家來協助 20萬以前的九弟 它大地檔之後 讓山車的連貝倒樓都中斷 所以市府希望 建設這條當方塊 來先為山車第二條的連貝 大地檔 不過 頂起的檔工有順利嗎 大家也很關心 記得您跟花台中 蔡鳳不得